大家好,我是吳仔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些很值得討論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 之前我們要廣播 今天要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現在香港不用戴口罩了 自然多人會到處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口罩 除了是美女 你知道在疫情三年 可能大家都看到戴口罩蒙面超人 自然大家對這個世界 不用戴口罩之後充滿好奇 但是有時候尷尬,不在別人,在於自己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看多兩眼,尤其是男士 都會覺得死了,不要看那麼多 一會兒被人說,非禮她 近日有位港女在網上 社交媒體拍了三名地盤工友 在安全島上,應該在休息 因為三個都非常有型地 在藍杆,有兩個在藍杆 一個在守執著,應該像牌馬驚 這樣的人士 這位港女就說 她竟然拍了別人的照片之後 就說別人遭到事奸 在網上公審 這些叫做職安真漢子 竟然遭到網民圍冊 更加說到整件事 很離譜 很多人就覺得這個港女 你是不是想太多呢? 另一位港女 在巴士上 就說 她被人低炒,拍裙底 放了上網 就公審 想不到 這位被人公審的男士 她也有上網站 或者是群組 她立即隨後回應 風向急轉 這個情況 你覺得香港是不是有一點點懶惰呢?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記得訂閱頻道 會有很多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我不知道大家身為男士的你 或者身為女士的你 對於有時候出街 男士從男士的角度去說 有時候出街 你坐車 你看到有些美女身材好的 或者叫年輕的 美不美就看你自己的 每個人美的定義不同 可能你的髮夾挺有趣 或者你的耳環很大個圈 可以跳兩隻獅子進去 我又看看 有時候不小心多看兩眼 香港的女性就會立即露啤你 挖著你 不斷挖 心想 做什麼呢?就不看 有些男士的眼睛好像飄移 飄移的 然後就看他旁邊 很尷尬 一人的感覺上 有時候你都知道 坐車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人是低頭族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是低頭族 尤其是如果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坐車會不會 我自己坐車 有時候我都不想整天坐下 如果有窗口位 就看風景 如果沒有窗口位 或者可能站在車廂中間 就嘗試找一個點去看 盡量不要跟人有眼神交流 因為你跟人有眼神交流 隨時會誤會 男人看男人就沒有什麼 其實也有事 你不要說沒有事 待會對方以為你想打他 好吧 那就不看男人 那就看女人 看女人竟然又說我 非禮強姦 這件事件在網上是很熱的 因為很多網民都插爆這個港女 這個港女在網上寫什麼 他貼了一幅照 三名即場真漢子 地盤公友 在這個安全島 就說 昨天中午時分 他由公司下樓 去巴士站 途中 三名男士一直跟著他後面 當中有人對他指指點點 平頭品足 他說其實我一直都有這一類的遭遇 我習慣的 可露不可言 好了 一路走到安全島途中 他說 他跟這三個男人都要停在等車經過 他們仍然用這樣的侵犯眼光看著他 講到說這位港女 直視他們表示他的不滿 然而 他們依然有一副 有刺無孔的眼光看著他 擺到明 這麼不懷好意地看 所以 他先拍張這樣的照 他說如果一個人懂得避忌 懂知羞恥 他是不會拍到一張這樣的照 一個人 不懂尊重別人 不懂尊重自己 其實跟他穿什麼衣服無關 做什麼職業無關 而是有些這樣的人 就拖掛他的職業 他說 本來那麼小事 不想說那麼多 但是這位港女他說見到那麼多人都把這件事 扯上去職業上面 他說他不想詆毀別人 他說他都想要一個平時的對待 他走得正起得正 對著天地良心 從來未經過的 好了 去到這件事 那麼 很多網民就插爆了 第一件事 他說一齊在等過馬路 我看到一個就拿著 不知疑似馬經的 低頭低頭私故鄉 另外有兩個職場漢子 靠在欄杆 等過馬路會不會是這樣的姿勢 因為你拍他 拍得挺帥的 擺了姿勢 兩個挺有型的 去到這個位置上面 很多網民都插他了 插這個港女 第一件事就是 喂 不是吧 看看你 又說人家 用視角上強姦你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過份無限幻想 有人就說 我看到很多網民馬上起底 因為他用社交媒體發文 用自己的帳戶 很多人對於他的帳戶 跟他的照片平頭穩足一次 就覺得 你這樣的款頭 別人看著你也不奇怪 又不是特別漂亮 可能你穿得特別奇怪 別人看著你兩眼 有什麼奇怪 其實是有時候 在街上看到一些人 衣著特別獨特的 古靈精怪 舉例 有些人可能Cosplay 穿成個羅列 又或者 剛剛動漫展 假裝超人 你都可以看兩眼 好了 你說那些是特殊例子 那反過來 你知道現在有時候 冬天 那些女士 特別喜歡穿短裙 露出小蠻腰 然後戒波袋 說什麼都有 有人就說 你穿得那麼浮誇 那雙雙風 好像導彈 人家看兩眼 怕你能摸到他 一會以為你金仔 射過來 不小心彈倒他 那當然是看兩眼 我雷達 當然是警視 當然 有人用一些很猥瑣 很色色的眼光 是壞的 但是 有人就覺得 這個港女 本身 她自己都習慣了 被人平頭品足 為什麼你又要放上網呢 是不是 好了 有人就覺得 這三位男士 在看著你 她明明是 視覺上的強姦你 她可能在看著你 你拍夠了嗎 沒什麼了 不停看著我們 反過來 你正所謂你這樣想 別人一定是這樣想你的 是不是 更加我覺得 如果 這位女士 這位港女 她用那個留言 或者她們的 評論 對這位三位工友 我看到那張照片 三位工友 那種想法 我絕對 想起這句話 絕對想放你 白雪公仔 一定是這樣 是不是 有人就覺得 你很深 是不是 那是不是 現在 那些男士 要 不是蒙面 是直接套著膠袋 眼都不要露出來了 免得一會被人說 那這件事 其實 有人就覺得 為什麼那些人 那麼喜歡 偷拍 原人再屈人呢 有人就覺得 反過來 你說別人看你 很不舒服 你偷拍別人 別人又舒服嗎 又是那句了 大人啤 你賤人得 賤人啤 你又說 不行 這樣 不是吧 你看別人 別人可以 別人多看你兩眼 你就覺得有問題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在這上面 很多 很多網民 就覺得 他根本就是 港女 覺得自己以為高高在成 如果有英俊看他 他就尖尖自棄 根本就是有一個叫職級的分別 又有階層階級的觀念 如果基層看他 覺得是強姦他 沒有禮 如果是金融才俊 帥仔 歐巴那些 真的沒問題 沒有問題 是不是真的這樣 很多時候 我覺得是誤會 因為有另一件事 亦都說到 涉及一位港女 和一位男士 港男 這次就打巴士 就說 在網上 又被人公審 那怎樣呢 這位港女在Facebook上 某個關注組 就說到 他在晚上10點9個字 在轉車站下樓 就是由上樓走下樓梯 下去就下車 他說 剛剛遇到 下車的時候 有一位白煙男 站在車的 車門旁邊 他說手機 低炒向上 拍著下樓梯的人 提醒大家 小心 這麼賤 說到 這位男士 就拿著電話 站在門口 大家想到要打巴士就知道了 把電話的鏡頭 低炒 對著樓梯 有沒有那麼誇張 車沒有人 還是怎樣呢 不會 這位女士在社交媒體上 在社交媒體上 上載了一張照片 看到 在巴士外 就拍進去 看到這位白衣的男士 背著背包 戴著口罩 戴著耳機 在低頭玩手機 就著這件事 引起網民熱議 說到 可能大家都覺得 這個男人 那麼糟糕 不是吧 這樣的行為都做得出的 應該要拿出來 報警 拘捕他 就著這件事 厲害 這位被公審的男士 現身說法出來解釋 他說他自己在打機 不是在打飛機 是在打電話手遊 就說沒有偷拍 他說那個是我來的 我全程車在打機 他說 更加跟這位女士說 如果你覺得你不相信 你可以報警 他說 那麼怕你就不要出街 還有 你快點報警 這樣 這位男士很生氣 對呀 就著這件事 之後 馬上很多網民 風向逆轉 覺得這位 這位港女 過份敏感 應該要道歉 他說 我看得出的男人 這個姿勢和企位 他說如果要低醜拍照 應該很明顯 神經病 你看這些網民 對吧 一開始就插到這個男人 上天花板 轉過頭 別人出來解釋 究竟你是不是報警 我不怕 真金不怕紅蘆火 來吧 然後 那些網民馬上說 對呀 看他都是好人 所以說網上有時候有些人留言的那種態度 你可以說 打落水狗 捧殺 各樣 是的 都是 挺離譜的 突然說 尚書大人 風吹邊邊 你又吹邊邊 真是有力 厲害厲害 好了 其實我都說 如果按照 港女 港瑜的男人 要需要在門口站位 低醜 下去拍人群底 你想想 多誇張 他在車上要差不多蹲下 其實整個動作會很肉酸 原來你拿電話那麼大膽 擺明居買 不會了吧 所以 我覺得 有人過份敏感 其實有時候很尷尬 如果坐車 大家都知道現在 每個人都是低頭軸 每個人都拿著電話 是不是 有時候身邊遇上一位女性 穿得比較性感 站起來 我自己的做法 第一件事 一 看到他殺了 我先收起電話 要不就令側面 電話儘量不要對著別人 因為 鏡頭在背部 別人以為你在這裡按 就以為你在這裡拍照 有些真的很敏感 不過 老實 我又這樣說 女士又無必要在這個層面上過份敏感 你說 偷拍 非禮 那些影人群體 當然是固然不對 當然要拉 要挺身出來說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我和你保持1.5米社交距離 然後你說我拍你的群體 我相信我要印度佬的手伸過來才行 是不是 有時候 不要過份的幻想 不要有這個加害妄想症 這件事 更加 有人在街上望著你兩眼 欣賞一下你 你覺得你漂亮的 你應該表示開心的 不是 你看他整個威傻 我不行 那究竟誰應該要套著袋 套著頭盔 套著頭盔 他真的不知道 究竟是男士還是女士 這件事在日網上引起熱夜 但我自己覺得 這個世界本身可以很和諧 但很多人擁有無限的聯想 我不會說在這個女生 說到公審的公友 那位女士 從她的外觀上 再評侯品足 我覺得沒有必要 你漂亮不漂亮 因為見仁見智 但是你第一眼就已經覺得 你肯定 別人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就過份 網下判斷 你更加 不是什麼都 容易放上網 想著放上網 有人支持 維勞取暖 很多時候都會炒車 所以告訴大家 這個時候 真的想清楚 其實 沒有網絡的時代 不一樣看 大家也會來看 我看你 別這麼冷漠 大家互相看 沒什麼所謂 下個Hi 下個Bye 如果別人看著你 Hello 你好 對吧 有時候我也是 踩蛋車跑步走過 有時候你眼看我眼 我都笑一笑 會心微笑 禮貌 幹嘛 有什麼問題 不要這樣 不要過份緊張 香港人 因為有什麼事 寫上來 出手幫你 就是可能他們 好 今集整天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 拜拜